大家好我是苹果妹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iPhone储存空间不足的问题呢 今天就来教大家 7个整理iPhone内存的小技巧 不知道大家手机内存都买多大 像我自己这一支iPhone 13 Pro Max 它是128G 然后大家看到其实我自己也快要满了 那我们现在第一个步骤 就是要先打开这个iPhone储存空间的画面 它是在你的设定 然后我们去找到一般在这里 然后里面有一个iPhone储存空间点进来 这边你就会看到你所有储存空间 还有你已经使用了多少 你就可以稍微看一下是哪个部分占了最多 像是我手机里面最多的就是照片嘛 然后第二个就是App 那这边了解完大部分你手机里面占空间的东西 是什么之后呢就很好下手了 那首先第一个动作呢 我们在下面这边看到有一个建议有没有 这个建议呢就是iPhone上面 它会推荐你说你去做哪些步骤 可以释放你的储存空间 然后看到右边呢有一个显示 全部把它点开来 这边就有几个动作它会推荐你去做 然后你就可以释放空间 首先第一个它推荐我们做的 就是载卸未使用的App 你的手机上面一定有很多App 是你已经很久没有使用的了 那如果打开这个选项的话呢 它就会自动去删除那些 你已经很久没有用的App了 但是也不用担心 如果你下一次还要再用到这些App的话呢 你直接在App资料库 你就会看到那些App 它的右边会有一个下载键 像是这个 它右边就会有一个下载键 你直接按下去它就会下载了 你就不用在App Store 还要再找一次 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把这个选项打开 打开之后呢 它就是会自动去删除那些App 你不用手动的去删除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这边非常的方便 你可以直接在这个储存空间的画面去执行 那些可以释放空间的功能 像是这边呢 有一个最近删除相簿 这个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你在相簿里面 删除的所有照片跟影片呢 它都会先摆到一个最近删除的资料夹里面 我先示范给大家看它在哪里 一般来说呢 这个最近删除的资料夹 它会在你相簿的右下角这个相簿里面 然后你滑到最下面 这边有一个最近删除有没有 所有你曾经删掉过的照片跟影片呢 都会先储存到这个地方 你必须要手动进去清理这个垃圾桶 它才会释放空间 不然它就会一直占用你的储存空间 那平常你要清理垃圾桶 就是直接先点进来 然后呢按右上角的选取 在左下角就会出现一个全部删除 点下去 它就会问你说要不要删除你就点 这样子就清空了 那另外呢我们回到刚才这个 iPhone储存空间的画面 它里面呢其实就有这样子一个选项 就是可以直接在这边删除 刚才我们的那个垃圾桶 就按一下右边的清空 然后按删除 这样子也可以达到一样的效果 再来下一个步骤呢 就是检视个人影片 因为大家发现呢 我的影片占了非常多的储存空间 有27G哦 所以呢我们先点右边的这个箭头 然后这边就会显示所有我的影片 然后由档案大小这样排下来 然后我们按右上角的编辑 这边呢我就可以去把我觉得 可以删掉的影片勾起来 选完之后呢按右上角的删除 这样子就可以清出非常多的空间了 那如果平常你是想要在相簿里面 自己删掉那些影片的话也是可以的 一样呢我们回到刚才相簿里面这个选项 然后滑到最下面呢 这边有一个影片的选项 有没有 点进去你就会看到你相簿里面所有的影片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选取 按右上角选取 把它选起来之后呢 点右下角这个垃圾桶就可以咯 不过要注意一下 你在相簿里面删完的影片 它还是会跑到最近删除这边 所以记得要去清理你的垃圾桶 那除了删掉我们既有的档案之外呢 我们也可以来防患未然 检查一下你的相机设计 让你拍出来的档案大小不要那么大 首先呢我们打开设定 设定呢我们去找到相机这个选项 在这边 点下去之后呢 我们点第一个选项叫做格式 格式呢 大家看到这边有一个高效率跟最相容 对不对 如果你希望你拍出来档案大小 不要那么大的话呢 记得选择高效率 但是也不用担心拍出来的品质不好 基本上我自己是看不出差别的啦 然后再来往下看呢 这边有两个选项 第一个叫Apple Pro Raw跟Apple Pro Rest 如果你的手机有这两个选项的话呢 务必要把它关起来 因为这两个基本上是只有专业人士才会用到的 然后他们的档案大小都非常的大 所以一定要关起来哦 再来呢我们回到上一页 我们来检查一下录影格式的部分 在第二个选项大家看到录影 对不对 点进来 然后一般来说呢 如果你没有要追求4K影片的话呢 一般日常生活其实拍1080这边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点这个1080p HD 然后30Frem 这个选项会是比较恰当的 它档案大小也不会像4K一样那么夸张 然后再往下看呢 我们去找到HDR影片这边要关起来 所以这样子呢 你拍出来照片跟影片就不会占你手机太多容量咯 再来下一个呢要来教大家删除LINE的快取资料 快取资料呢 它是LINE里面先下载下来 暂存在你手机上面的资料 那它如果删掉的话 其实它可以再次下载 所以就算你把它删掉也没有关系 那在哪里找到这个暂存资料删除的地方呢 首先进到你的LINE 然后在首页这边呢 我们按右上角的齿轮 接着我们往下滑去找到聊天 然后呢往下滑这边有一个删除资料 那这边你就会看到有一个快取资料 那下面就有写说呢 这个快取资料呢 它是暂存在你手机上面的资料 而且它可以再次下载 所以就算删掉也没有关系 那下面呢还有一些像是照片啊 语音讯息跟档案 就看你要不要一起也删除 那注意一下下面这些档案 它都是有时效性的 如果它超过一定的时间 你就再也没有办法找回这些照片了 那确认完毕之后呢 我们按下下面的删除所选资料 好 这样子就删掉了 再来下一个要教大家的是 清理App里面的资料 要怎么看到你App里面 占很多空间的资料呢 首先我们回到刚才的储存空间的画面 在设定里面的一般 然后下面的储存空间 这边往下滑会看到很多App 对不对 它会依照你档案的大小排下来 那例如说我第二大的是讯息 我点进去 它下面就会写说什么东西占我手机空间最多 例如说对话内容我就可以点进去 然后你就可以按右上角的编辑 然后这边去清理你觉得不需要的对话 然后按右上角垃圾桶就可以了 那回到上页呢 这边还有一个照片 点进去 它也会把所有占很多空间的照片显示出来 你就可以继续编辑然后把它们删掉 那除了讯息之外呢 大家看到我第三大的App是GarageBand 它占了1.6G 为什么会那么大呢 就是可能我之前有在里面制作过一些东西 例如说之前有教过大家铃声对不对 那铃声的那些素材呢 使用完毕之后还是会永久储存在这个GarageBand里面的 所以其实制作完之后呢 我就已经不会再用到这些东西还有这个App 所以如果你今天想要释放这个空间的话呢 你就可以点进来然后按删除App 删除App才可以把你那些素材全部都删掉 如果是载些App的话呢 它就会把你原本的素材都留在手机上 所以我就可以直接按这个 它就会把这1.6G释放出来了 以此类推呢 你可以到下面来看一下哪些App 平常你根本就没有在用 但是它占了你储存空间 你就可以点进去然后把它删掉 然后你也可以立刻把它下载回来 因为它里面可能占空间的都只是一些占存而已 那最后一个要教大家一个蛮极端的手段 就是停止iOS的更新 大家都知道iOS它在软体更新的时候 其实是会占掉你手机非常多空间的 那如果你今天手机版本已经旧了的话呢 你就可以考虑停止iOS的更新 那怎么做呢 就是在设定里面 然后一样我们点到一般 然后我们点这个软体更新 接着呢自动更新这边呢 你就把下载跟安装都关起来就可以咯 好那我们今天呢清理iPhone内存的小技巧到这边 不知道有没有帮助到大家 或者是你自己有什么清理内存的小技巧想要跟我分享呢 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哦 那么今天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苹果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